天主教新任教宗方济上任之后 除了眼前缺少神职人员 性侵丑闻等烫手山芋必须处理之外 如何和中国打交道将会是教宗未来重大的挑战 而中国大陆大约1200万的天主教徒也再次面临选择 究竟是要忠于新教宗还是忠于共产党 与其他任何民主国家对于梵蒂冈的尊重不同 中共官方在1957年成立了具有官方性质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在官方的管控下处理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事务 该组织虽然挂名天主教 但却不效忠于天主教最高权力梵蒂冈 自上世纪至今天主教爱国会在中共官方的干预下 自行任命了天主教大陆教区大约190多名主教 此举一直备受梵蒂冈的抗议 其中多人被梵蒂冈开除教籍 实际上自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 梵蒂冈与中国始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在过去八年前教宗本堵十六世在位期间 曾一度试图改善与北京的关系 但是到2012年双方的关系一度降到冰点 原因是天主教上海教区福里主教马达钦 2012年在中共官方的祝圣仪式上 宣布效忠梵蒂冈辞去官方爱国会的职务 随后便被官方控制下落不明 而同一年12月 梵蒂冈宣布开除了由中国官方教会 自行任命的哈尔滨主教岳福生的教级 这种关系令中国大约六百多万 宣誓效忠于梵蒂冈的家庭教会成员处境艰难 因为拒绝接受中共官方的摆布 他们被当局视作非法组织 时常遭到打压和拘禁 这六百多万家庭教会成员 加上大约五百七十万归属官方天主教爱国会者 这一千两百万人如今面对新一届教宗 再次面临着这个多年来一直缠绕他们的问题 是要忠于梵蒂冈的教宗 还是忠于共产党 在中共一贯的宗教态度下 新教宗将带领梵蒂冈与中共建立何种关系 外界关注 新唐人电视 林兰综合报道